今集曼德拉後應專輯252 會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後應個案 第一個個案 我們曾經在今年2018年4月22日播放的精華短片 曼德拉後應專輯246 為大家分享過 在現今現實入面 有一條馬格德堡水橋 是一種在水上或者陸地上架空 讓船隻橫跨道路或者河流的水橋 相信絕大部分人在這段精華短片播出之前 對於這種架空水橋都是聞所未聞 極可能是因為曼德拉後應 才導致這種水橋的出現 然而現今現實中 除了德國的馬格德堡水橋之外 原來世上還有很多江船隻行走的水橋 甚至部分有超過200年歷史 但對於大部分人依然 都是前所未見 今次會為大家介紹一些外形和設計都非常特別 可以說是古怪離奇的水道橋樑 第一個例子 是荷蘭的廢類旭湖橋 這道水橋位於荷蘭廢類旭湖 上方25米長 19米闊 3米深的水道 可供小型船隻通過 下方則是隧道 可供車輛駕過 但是大家以往有沒有在任何電影、書籍、 深脈網絡上 見過這種設計獨特的水橋 湖面上可供船隻行駛 湖下又可供車輛通行的呢? 在這個國家有這麼一座橋 河下開車、河上划船 你能想象得到嗎? 是誰規定路面就一定得修在水面上呢? 身為創新不斷的荷蘭人偏要劍走偏峰 還真就修了這麼座與眾不同的橋樑 位於荷蘭哈爾德維克附近的N302公路上 就坐落著這麼一座奇怪的橋樑 乍一看去 這座橋就像被攔腰截斷一般 中間是空的 但車子又可以從一邊通到另一邊 是不是很神奇呢? 其實這段看似隐身人的公路 是被隱藏在這片湖面之下了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自己眼花了 腦洞大開的荷蘭人 將橋與河的位置做了互換 把橋建在河水下面 而把河流又引到路面之上 從而建成了這麼座神奇的橋樑 在這座特別的橋樑上 每天都有無數車輛 從河下船流而過 而中間的湖面上 則每天都會有各種各樣的船隻經過 很奇妙的感覺有沒有? 第二個例子 是比利時沙特橋 建於2002年 長498米 寬約32米 水深7.1米 設計和之前介紹過的 德國馬格德堡水橋相似 同樣是一條跨越公路的水橋 第三個例子 在英國的龐特卡薩魯條水道橋 位於威爾斯西北部 雷克斯漢武的郊外 在213年前的105年員工 被指定為英國一級文化遺產 水道橋上的運河 每年有超過一萬艘船船航行 摩擺水道橋 摩擺水道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四个例子,是荷兰的哈纳麦梅尔环形温河水道桥 首建于1961年,后于2006年完成旷建 洞变是旷建高速公路穿越的新北行车道 西边正是新的HSL Sert高速铁路 新桥总长1.8公里 试问,大家以往曾否从任何途径 听过或者见过位于荷兰哈纳麦梅尔 上面可以行船,下面即让三条车道通过的 幻形温河水道桥呢? 第五个例子,是英国兰卡斯特温河的温河桥 建于221年前的1797年 同样是河宫船直在上面行走的水桥 全长202米 是五孔石拱桥的结构 造型美观,质量精良 是英国一级被保护建筑 第六个例子,是法国密尔特的布里亚伊温河桥 同样是横跨另一条河 可供船直行走的水桥 建于122年前的1896年 由15组40米长的U型降梁组成 总长662.7米 曾有八年之久,占据西上最长温河桥的名誉 第七个例子,是英国八明汉 和不租里克郡铁路上的艾德斯通水桥 全长145米 最大特色是水桥环花八明汉和不租里克郡铁路上 而且可供俠场的小船通过 第八个例子,是荷兰呂佛登市的长浙水桥 建于2007年,长360英尺 横跨N31公路上 靠近荷兰呂佛登市 第九个例子,是瑞典的哈维鲁德水桥 建于150年前的1868年 位于瑞典哈维鲁德市 穿过铁路桥及高速公路 试问,大家以往有没有从任何电视节目 书籍,网站 听过或见过任何人介绍以上可行船的水桥呢? 相信,绝大部分人以往都没见过水桥的存在 明显,现今世上多条水桥建筑 都是因为曼德拉后应而出现 第二个个案,同样与水道和桥梁有关 首先,大家都见过升降机 无论是载人或汽车专用的升降机 都是非常普通 此外,大家都见过摩天轮 香港中区的金钟亦有一座摩天轮 是一种大型转轮撞的机械建筑设施 将乘客乘搭的座舱挂在轮子的边缘 乘客慢慢往上转 可以从高处俯瞰四周形式 当然,摩天轮其实是一种另类升降机 只是以大型转轮撞的方式将游人带上半空 但是,大家曾经见过 船只在架空水桥上使用的摩天轮式升降机密 原来,位于英国苏格兰的福尔·阿克伦 是世上第一个 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可以旋转的船泊升降机 福尔·阿克伦位于苏格兰中部城市福尔·阿克 于2002年开放 整个工程好似7800万英镑 是一个可以旋转的船泊升降机 用以连接福斯、克莱德运河和联盟运河 它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个大转轮 两边角有一个对称的可封闭水槽 当船要由高水位河道转门到低水位河道的时候 就由高架水道洗入水槽里面 然后封闭水槽 当大转轮转半圈 船就到达低水位河道 the intention was to create a dramatic twenty-first century structure to replace the eleven locks that previously connected the two waterways the Falkirk wheel is the only boat lift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taking five and a half minutes to complete a half turn Surprisingly, the wheel only uses the same amount of energy as it would take to boil eight household kettles 按言金現實記載,福爾柯克倫建於16年前的2002年 但過去16年,你有否從任何途徑 聽過或見過有人介紹這座外形和運作方式都極其新穎 供船隻登上架空水道 奇特又古怪的船隻運輸型升降機呢? 假如過去16年,世上一直存在這種偉大的人工機械建築 並且就位於使用英語的蘇格蘭 為何絕大部分人仿佛十分孤陋寡聞 從未見過或聽過如此偉大的建築呢? 極可能,福爾柯克倫的存在是因為曼德拉效應而誕生 從未見過一些的紙多 偉大的賞 的名字 詞曲折劃 曲折劃 以前